好 镜头来看到 复理乡公所为了提升社区环境品质 每个月都会办理扫街的活动 而这次乡长再次亲自带领与环保所的同仁 东里村的村长刘清禾 以及社区的热心志工等等 共同在东里村进行清扫 扫街活动从一早开始 乡长江东城与志工们手持扫把 夹子等清洁工具 沿着东里村的主要道路 安静街 道化路进行清扫 彻底清理路边的垃圾 落叶 塑胶袋等废弃物 刘清禾村长也亲自参与 鼓励村民们保持街道整洁 共同打造干净舒适的生活环境 到东里村来帮我们打扫环境 让我们的街道荣光焕发 乡长江东城呼吁大家 共同关心家园的环境卫生 让布里乡保持清新美丽 而活动结束之后 参与者合影留念 象征这一次的扫街活动圆满成功 也为东里村的干净街道增添了一抹暖心的光彩 记者高双双不理相采访报道 录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杜藏 一 preparation